本节目由天成移民留学独家特约播出 各位你们好 这里是新西兰奥克兰 我是方华 今天我们的他乡中国人 是来自中国广东的黄伟雄先生 黄先生你好 谢谢 黄伟雄先生呢 是新西兰协州科技的创办人 那么我们今天来听他讲述他的故事 我记得我跟你聊天的时候说你是92年来的 对我1992年从广东过来 92年刚刚30年 今天你来这个日子也挺特别的 因为刚好到今年也是30年 也刚好可能是一个盘点30年的故事 谢谢 人生有多少个30年 我们来听听黄先生讲他的移民故事 你1992年 你记得哪天来的吗 我可能大概也是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 七八月份的时候 对 黄先生不记得他的具体来的时间 我记得我采访过很多他乡中国人 他们都非常记得清楚的哪一天来的 你当年是来 是留学来还是移民来 我其实呢 我是从广东过来 我先到了澳洲 澳洲呢 然后在澳洲待了半年 对 就留学澳洲 要再从澳洲到新西兰 那也还是留学 对 对对对 你从澳洲为什么又来到新西兰 不是很多人觉得澳洲比新西兰好啊 大呀 确实就是在澳洲呢 就是说市场大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 刚好是在新西兰呢 更加欢迎渔民 留学政策啊 渔民政策 整体上其实 我们也是很幸运 就是从92年开始 新西兰向世界打开大门 包括中国留学生 中国渔民 中国的投资 其实第一波近代 史上第一波中国大量的渔民 到新西兰留学 应该可能是在90年代初期 也就刚才呢 我就跟主持人讲 我们应该是90后这一代 90后 我们俩 我是00后 我是02年 我00后 对没错 是的 你当时来了以后 你的那个最初的那些 那些那些想象的新西兰 和你的来的现实当中 是一样的吗 当然就差距蛮远的 因为毕竟呢 我们92年 离开广州的时候 广州也是经济正在起飞 因为当时呢 我们92年呢 我是86年中山大学毕业 毕业之后呢 在广州工作 在研究所 那么说广东的经济正在腾飞 对 而且呢 那个年代大学生呢 也叫做天之交子 对啊 那正是各方面呢 就是破土而出 整个经济发展啊 文化建设啊 都是新兴相有 但一来到澳洲也好 新西兰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很稳定 对 很成熟的社会 对对对 所以在两个比较里面 就好像在中国里面 以前呢 在我们在广州呢 在那高地街 搞个衣服当 可能就很赚钱 对的 今天一个样子 明天一个样子 没错没错 今天有那个 又从广州过来 大家知道 白天要有宾馆 后天呢 又有中国化酒店 就不断地涌现 那个时候就出现了 很多年政府 在新西兰澳洲呢 已经很成熟一个社会 所以很多呢 已经按部就班了 按部就班了 对 要你现在说起来 你是不是有点后悔呢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 后悔 其实我是也很幸运 为什么呢 其实说由我们来到新西兰 回过头来 刚才那个主持人讲 那种到今年呢 刚好是三十年 回过头看三十年 对 自己在新西兰的发展 正理说呢 在融入走进去走上去 这个路程一直走下去 很欣慰来讲 为什么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这三部曲呢 在新西兰一直是自己初心 而且回过头看也就很开心 据起来讲什么呢 就是说我来第一个五年 第五年好好读书 以前也是很单纯的 就是说能够能在世界一百强的大学里面受教育 又以前当时我们在中国 我中西兰大学毕业 那还进入一百强 那读书人总是想在世界一百强的大学里面读书 所以一来到新西兰 你继续学业 在奥克兰大学 你知道在奥克兰大学是读 直接读本科还是研究生还是读语言 好 你问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当时我是中国人是读化学毕业的 那么来到新西兰 我知道新西兰化学化工这方面并不是它擅长领域 对 那么希望叫转行读什么东西 那我当时想了中国 受中国改革开放的风气影响 那么就读了经济 嗯 因为原来从化学转到经济 是完全是一个两个不同的东西 转队了 应该说转队了 那么就其实就是很艰难的读 因为从一个理科生转和一个文科生 那么也就是那个 我一来呢 首先读一个桥梁课程 因为转型的时候桥梁课程 也是第一次人生面临的转型是生前 那么就从化学转为经济 那我们那批呢 应该是第一批中国大陆读生 在奥克兰大学读经济 先从桥梁课程通过 达到一定的学分要求 然后再重读 硕士 你说的桥梁课程指的是语言的那个 不是语言 就是专业的桥梁课程 因为我们没有在本地学过本科的经济学 你是指的这个桥梁过程 对并不是英文的桥梁课程 而是说呢 因为你要读就是转换你的 你要读 你必须呢 要读本科 如果你本科没读到呢 那你必须选修 本科有些课程 选修完之后呢 就它英文叫 Bringing course 就是桥梁课程 通过之后呢 才能够读硕士 读硕士 嗯哼哼 那就是我们这代人 就是说呢 那来到新加 刚才我们说是90后这代人呢 就是面临 而且同代人里面也走着很多 好像我们霍建墙议员啊 杨建议员 就这一批人很多呢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从中国还从别的国家 再转到新西兰 就永远大批 对 你刚才说了 那你是比 可能语言水平要比同期 可能其他的一些留学生 可能要高一些 所以能直接的能够去读 那个 因为很多都是来读语言学校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很多人来的那个时候 来的时候呢 可在这都没有钱 对 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工资很低 对 可能一个月才一两百块钱 人民币的哈 你要来到这里读书 那你是怎么解决你的生计 或者你来的时候就带了很多钱 我觉得你问这问题可以听 其实郑里说的 92年来到新西兰 你不用问 他出国 都没钱 那个是没有钱的 我是接了 凡是有搭上亲戚朋友的 在广州已经接了一屁股再过来的 也就是说 真的说自己要跳河自杀的时候 那个钱都还没还清楚的 那么就说一定要就把那钱还 这个时候印证了 刚才说中国改革开放 那个时候的腾飞起步了 其实整体中国的收入并不高 那所有的亲戚朋友啊 各方面都不行了 所以我借了所有的学费都借了 借了最后那个机票钱都不够 还是叫亲戚朋友同学 还都在借 就借才能 那时候机票多少钱啊 那个收是很贵的 那个时候 大概呢 我觉得好像 应该一万五还是两万块元币的 那个收是挺挺 那当然是天价 那是工资才多少钱呢 那个当签证拿到的时候 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 拿到签证的时候 其实呢 真是囊中休解 连后来机票钱都没有 那都是 还会叫同学朋友 那找到人家 一到人家家 你就知道你是干什么东西 那时候是这样 是的 那你来了之后呢 你怎么安顿你自己 因为你去了澳洲半年时间 从澳洲又转来新西兰 对 可以说 就刚才你谈得很好 就是说 我们来的第一年呢 当心中有梦 希望去读书 对 那一直怀着这个梦 所以呢 刚才说 来的头五年呢 自己坚定自己的初心 嗯哼哼 好好读书 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别的事情呢 都是为这个服务 回到你刚才是怎么解决的 因为好在呢 当年呢 在新西兰读书呢 学习并不是很贵 那么呢 我呢 当时我做了很多 我刷个油漆 拍个报纸 做过日本大厨 嗯哼 所有的一些的工作 课后时间 嗯哼 都去 那个去挣钱 嗯哼 交学费 嗯 那么在这个 也就是说 你睁开眼镜 要不然就支持 你输进 要不然就收钱 就是去赚钱 支持我们那个 呃 自己的梦想 你记不记得 你挣的第一笔钱 拿的工资 拿的手是多少钱吗 其实那个时候是蛮零碎的 比如说呢 有时候拍个报纸 那么肯定就给20块钱 或者刷个油漆 人家就50块钱 就是零零碎碎 也就是说刚才说 其实 对过往的历史 也许呢 很多人很清晰 但是呢 我们今天赢在路上 很多 这些 所睡的 很深刻的历史呢 也许呢 我们还没到时间去总结 今天你们 那个 他上中的来 但是可以翻开那个历史呢 真的是好好实际 好好地实际 我们去 去总结 去回忆起来 找好以前的那种资料 对 你一开始 你刚才讲了 呃 叫走进去 走出去 走出去 走进去 走上去 走上去 对 等于你现在是 呃 走出去了 等于 第一个阶段叫走出去 对 你是从中国走出来了 对 进入了新西兰了 对 等于去读书了 你读书读了多久就毕业 我基本上呢 就是说那个所谓办公办读啊 嗯哼 那么呢 出了来讲呢 我第一个来到现在 第一个五年 嗯哼 成了后第五年就读书 对 第五年 读了多少书 哦 其实呢 就是一个书诗 一个书课程 对 一年一年 一年半 对 那么呢 读硕士是两年 这是 硕士两年 那就是三年半了 那么别的时间呢 可能就是打工啊 嗯哼 为了赚钱 停下 就是说 嗯哼 赚了钱了 就交学费 嗯哼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 呃 修那个学分的 对 虽然说是传一字 刚好卡着传一字这个坎 对 以后呢 去自己去赚钱 就刚才说没有外援的 没有中国没有带钱 对对对 你还要还钱呢 还要还钱 还要做就是 能够满足 才的条例要求传资读书 对 条件的基础上 去赚钱 还钱 嗯哼 赚钱 交学费 嗯哼 为了读书 生存 而工作 那个时候 对 但是主线呢 就是读书 简单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三部曲 走出去 走进去 走上去 这三部曲里面呢 首先用第一个出来讲 用第一个五年 专心自制读书 但是你还得生活 刚才说你还得生活 那么就是说我刚才说 为什么是五年呢 就是说其实真的是三年半 四年中左右的 嗯 那么别的时间就工作啊 工作啊 因为也不用是一来到新校 马上读书 观察社会情况啊 然后有三十五个月 那就去找找工作啊 对 那是settle down下来 那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五年读书 那么奥克兰大学 毕业之后呢 第一个五年就创业 就做补习班 你毕业以后 并没有去找工作 没有 你听那个我讲的 挺好的 那么当时一毕业 其实我爸妈呢 都很自豪 对啊 觉得儿子 澳大经系毕业 那么都想找银行啊 各方面去找工作 但是自己那个时候 就萌生了 是创业 一毕业就创业 那就放弃 说找工作机会 那么就是 那个时候一毕业 说是毕业呢 我临毕业前 就在澳大师做tutor 助教 对对对 那么很多的学生 都有这样过来的 那么一做助教呢 就了解了那个补习 各方面的情况 觉得刚才正是个市场的空白点 很多环移民过来的 应该是1998年时候 我一毕业 马上就成立一个补习学校 就有点相当于中国的新东方 现在中国很多人 要去美国留学 他办法新东方 这体制外的 也就是说补习学校 那么就是说第二个五年呢 创业呢 就专注补习班 你对我一般来说 感觉哈 理解哈 读书的人 大家很多人是 读完书了 拿到学位了 拿到证书了 正常的思考都是去 我去找相关工作 去上班 但是你其实一天都没有想过 去上班 就想着要自己 可能是广东人的特点吧 就是说闯世界 而且看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呢 我们马上就去创办补习班 比如说第二个五年 办补习班 好 这个也就是说功夫不负有信任 出去留心皆学问 当时我在澳大做辅导老师的时候 当时也很多港澳台学生读书 因为我一跟他辅导 他们效果很好 很多人觉得有个中国背景的 老师辅导的 讲的问题讲的很透气 解答意义很好 对 那么在他们的圈子里面 就觉得有点很有口碑 那么他很多弟弟妹妹呢 还在东区 读Synkana Maclean 读好的学校 那我说 既然我的补习那么好 跟着那么好了 所以说我一毕业 我就马上去创业 就做补习学校 还是广东人厉害啊 那么就五年 第一个五年呢 我就说好好创业 那五年其实真的说 事业和经济效益 真的蛮不错的 就是有点像中国 余敏洪 新东方一样 那个创办 早早的就把借的钱还清了 那个创业五年 把所有钱都还清了 你说这是第二个五年 那第三个五年呢 这才第一个五年 还没讲完呢 刚才说第五年 第一个五年读书了 第二个五年开始创业了 创业 创业了 你这补习班做了多久啊 做了五年多啊 五年多是一直是补习班 一直补习班 专制补习班 一直专制补习班 对 那时候补习班的人多吗 不就是办补习班的人多吗 少 很少 不同现象 那个时候人很少 啊 那么那个时候 也就是刚才说呢 第二个五年就创业办补习班 作为创业事业起步阶段 那你是一直一个自己教 哦 有没有请老师 你问一下 刚开始就是我一个老师 对啊 四个学生 不到半年呢 我就发展了两百个学生 那你是那时候还没有房子 你是要租房子 都是租的 租房子来 而且我当时那月呢 我在中国是读理科 对 这里读经济 对 当时刚起步的时候 我一个人补习五科 补什么呢 统计 微积分 经济 快计 化学 物理 六科 我一个人就补习了 你那时候一天上课 最多上多少个小时 我都记不清楚 那个时候呢 一个星期做七天 尤其是周末呢 是最忙 早上九点钟到十点一个班 那么十二点钟到三点一个班 三点钟到六点钟一个班 六点钟到晚上九点一个班 都满的 哇 那是最高兴的事 能数钱 哈哈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